台中恐妙的U-Bike租借站 怎么出现一辆从台北来的脚踏车 那有什么不一样 有没有一样 是台北的 台北的 蛮厉害的吧台中真的蛮圆的 莫非是有人把车从台北骑到台中来吗 民众看了也觉得不可思议 原来真的台北一名法新师跟朋友打赌了 这件事情 如果车没坏掉我不会跟范脚踏车 一台U-Bike骑到底 有没有信心 有 鸡羽翔拿到打赌完成后的8000元 谢先生22号晚间10点多骑车出发 沿途走台三线一路往南走 为了不抽筋 沿途吃了10根香蕉 嗑了两碗泡面喝了8瓶水 但台三线超多上坡还被野狗追 也让他一度拦车却没人理他 那你觉得在这一段路途中 最有挑战你的事情是什么 最难的 追狗追啊 辛苦你了 我下车用钱的 最后最后发型师从黑夜 骑到白天终于抵达目的地台中意中商圈 看一看跨区骑车 假地租车 以地还 明细上一共花了1810元 这花费比高铁还要贵 虽然中间有下雨 但他没办法交骑鱼 我的斗志 你现在的状态如何 现在状态很想洗 赶快洗澡 24岁的发型师本来就有个骑车还导梦 这回因为跟朋友打赌 展开17个小时的铁腿之旅 最后把车停在U-bike台中恐妙站 让朋友开车再回台北 结束这热血又疯狂的一日起霜城 民事新闻许嘉诚 罗宇翔 台中报道